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赖罢管,要问我是哪一个,顶田离地,一报案 我骄傲 我的工作不一般,为业主安全赖罢管,要问我是哪一个,顶田离地,一报案 我骄傲 他是春晚的洞灵男神,凭借一句我骄傲,火遍大江南北 曾被父亲认为不适合做演员 不料,在一次文艺会演中,拿下全军冠军 慢慢走上了喜剧演员的道路 和洪剑涛,牛力是同班同学,却是班里第一个登上春晚舞台的人 连续登台春晚15年,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背后那个从未露面的女人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春晚钉子户孙涛的故事 1968年,孙涛出生在一个山东的文艺之家 父亲孙昌文是有名的曲艺演员 受父亲影响,孙涛从小就学习山东快书 经常会在大家面前表演 6岁那年,孙涛第一次站在比较正式的舞台表演 然而,因为太过紧张忘了三次词 最后哭着跑下了台 父亲知道后,觉得孙涛不具备当演员的前置 一个人脸皮太薄,是当不了演员的 孙涛在听了父亲的话后,也慢慢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演戏的天分 16岁那年,孙涛独自一人前往新疆当兵 进入了部队的宣传队 队里一共42人 每次其他41个人都去参加文艺会演时 只有他一个人留下来带着一条狗帮大家看门 就在他觉得自己要一直这样下去直到退伍时 一次全军会演彻底改变了孙涛的命运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 孙涛准备了一个叫公益专家的相声 没想到最后却拿下了全军会演节目的一等奖 因为这次的优秀表现 他破格被提拔到了干部层 后来又通过自己的努力 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 成为了洪剑涛,牛力,高亚林等人的同班同学 进入军艺后 孙涛的作品《纠茶》因为反响不错 被搬上了春晚表演 1995年是他第一次登上春晚 这个曾经不被父亲看好的人 成了全班第一个登上春晚的演员 你看,传军装不带举帽 头发这么长,画眼镜画眉毛,咬红嘴唇,还咬红指甲杆 你一个人就破坏六项剧如凤鸡啊 我告诉你,超过三项就进学习班 然而他的同学们都知道 这次演出,对孙涛来说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获得登上春晚的机会 而是认识了自己未来的妻子李莉 小品纠茶的创作来源 其实就是妻子的一段亲身经历 而说到两人的初相遇 孙涛每次都用一见钟情来形容 在刚开学的一次大扫初中 孙涛一眼就看中了这个长发漂亮的女孩 即使结婚三十年了 他依旧记得第一次见到妻子时他的着装 两人因为排练小品结缘 一来二去便产生了感情 大学四年,两人偷偷进行着地下恋 瞒过了所有同学 刚一毕业,二人就结婚领证 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从1995年起 孙涛一共上过15次春晚 其中,吉祥三宝 你谈上事了 更是成为他的经典代表作 像风谷那句 我想死你们了一样 孙涛的小品也有很多经典台词 提到我骄傲 你谈上事了 一定能马上想到他的小品 如今的孙涛婚姻幸福 家庭美满 每次在节目中提到妻子李莉 她总是赞不绝口 不论在亲情还是事业方面 李莉都给了她极高的支持 孙涛回忆97年的那次春晚 她的节目被毙了三次 可妻子还是坚定地对她说 你一定没问题的 结果真的像妻子说的那样 作品最后还是登上了春晚 她人生中很多至关重要的决定 总是离不开妻子的建议 就连考入总政话剧团 也是在妻子的鼓励下实现的 如今孙涛已经53岁 可她的脸上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 希望她能永远这样健康快乐下去 也希望她能继续在春晚 为我们带来优质的小品 你过来 我跟你说句话 你不用贿罗 范夫从包安做期 好 造谣诽谤是要做法律责任的 我不怕 咱俩看谁嫌进去 你以为你是谁呀 你以为你有钱 你就能够欠债不还吗 你以为你有权 你就能够坦过来的钱吗 你以为你办四个户口本 就能控制方圆吗 好 送你两个袋 玩来 告诉你 你今天不把这个钱 还给你的大姐 你就别